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学习意大利语语音课程。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系教师李静静。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三讲。 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将学习原音字母A的发音。 在意大利语中,这个字母可能对应两个原音因素。 一个是开口音,A,A,另外一个是B口音,A,A,此外,我们还将学习一对清浊浮音的发音。 这两个字母分别是字母B和字母B,它们可能对应的 清浊浮音分别是浊浮音B和清浮音P。 最后,我们还将学习字母M的发音。 它在意大利语中只对应一种发音方式,就是M。 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看这些字母的发音情况。 首先是字母A的发音。 当它发开口音时,应该发这样一个音。 A 发这个音的时候,大家的嘴唇应该呈扁平形。 舌尖碰触下尺。 舌面呢,向上额略抬。 开口度略小于A。 请大家跟我来一起读。 A 注意,这个音我们不可以松懈地发成 I是不对的。 当原音字母A发B口音的时候,应该发这样一个音。 请大家跟我读。 A 发这个音的时候,嘴唇呈扁平形,也是舌尖碰触下尺。 舌面向上额略抬。 但是,它的开口程度略小于刚才的开口音A。 请大家再次来跟我读这个音。 B口音 A 注意,这个B口音,我们不可以发成类似于汉语中的A的音。 这样也是不对的。 大家可能会问,字母A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发开口音A? 什么情况下应该发B口音A呢? 请大家注意掌握以下几条规则。 第一,非中读音节中的字母A,一定是发B口音A的。 此种情况,在字典中没有任何的标记。 也就是说,当大家查字典时,发现字母A上没有任何符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字母A一定发的是B口音A。 如果是在中读音节中出现了字母A的话,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既有可能发开口音A,也有可能发B口音A。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必须要查字典加以确认了。 如果字典上在A上面标注了一个小小的撇号,那么就说明这个A应该发B口音A。 如果在字母A上标注了一个小小的小那,那么此时我们就应该发开口音A。 在我们的语音课程中,已经将所有单词中应该发成B口音的A和开口音的A都加以了标注。 但是在大家平常的阅读过程中,很可能是看不到这些标注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查字典确认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字母B的发音。 在意大利语中,这个字母只对应一个着辅音,就是B。 这是一个爆破音。 发这个音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让双唇紧闭,形成气流阻塞, 然后口腔突然张开,让气流冲出,并且由于它是一个着辅音, 我们应该让声带震动。 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发这个音。 注意,我们一定要让双唇闭紧,使之形成充分的气流阻塞, 随之形成充分的爆破。 与它相对应的轻辅音是辅音字母B。 它在意大利语中只发一个辅音,轻辅音。 它的发音位置和刚才的B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让双唇紧闭,形成气流阻塞, 然后口腔突然张开,让气流冲出,声带不震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意大利语中,轻辅音P,它在原音前不需要送气。 发音呢,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波。 比如说这个词,我们在意大利语中并不应该把它发成Pane, 而应该发成Pane。 如果这个字母P位于辅音前, 那么它就应该送气了。 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Po相同。 例如,这样一个词,我们就应该读成Prego,Prego。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字母M的发音。 在意大利语里,它也只对应一种发音方式,M,跟我们的汉语非常相近。 M,发这个音的时候,我们让软额下降,压住舌部,双唇紧闭,形成气流阻塞, 然后轻轻地张开双唇,使气流从鼻腔中发出来,这是一个鼻音。 此时,声带是震动的,因为这也是一个着腹音。 需要注意的是,当这个着腹音M,它位于双唇爆破音B和P的前面时, 那么其发音会受到牵制,不能发音完全。 必须在刚发完M音之后,就迅速带出双唇爆破音。 如,这个词我们应该读作,Lambada,Lambada,后面一个词我们应该读作,Ombra,Ombra。 在这两个单词中,我们都没有将字母M的这个M的音发完整,并没有出现M这样的一个因素, 而只发到了一半,M就直接接触了后面的P和B的音。 现在,我们将之前所学过的原音和辅音加一组合,进行一些音节的拼读练习。 下面是轻辅音P加上原音的组合。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在意大利语中,如果轻辅音P加上原音的话,是不需要送气的,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波的音。 请大家跟我来拼读。 大家可能会认为,着辅音B和轻辅音B,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其实不是这样的,差别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实际上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将这一组轻辅辅音进行对比的来读一读。 这组辅音B,轻辅音B,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我想大家可能都能感觉到,发着辅音时阻力要更大,爆破的力量也要更大一些。 当字母P位于辅音前与辅音组合的时候,它是应该送气,发成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波的音的。 例如,这一组组合我们应该读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字母M和不同的原音之间的组合。 字母M,位于字母M,位于卓辅音。 B和轻辅音P前面的情况。 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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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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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b. Umb. 清辅音。 AMB. AMB. EMB. 现在我们一起来试着拼读一些 还有这些原音、辅音字母组合的单词 首先 鲸鱼 大家如果去查字典 会发现在这个单词中 字母的A上有一个小小的撇号 说明在这个单词中 字母A应该发B口音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单词中 字母A也应该发B口音 A参数 好 Bene Bene 好 下一组 轻辅音字母P加上原音的组合 注意此时并不需要送气 面包 Bene Bene 李 Bera Bera 桃子 Besca Besca 大家也许注意到了 在这个单词中 字母A发的是B口音 而在这个单词中 发的则是开口音 请大家再次体会 Bera Bera Besca Besca 字母P和辅音的组合 此时需要送气 Prede Prede 神父 P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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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著名的哲学家 柏拉图 Psycologa Psycologa 女心理医生 Pneumatico Pneumatico 橡胶轮胎 下面是一些含有字母M的单词 苹果 Mela Mela 小猫 Micho Micho 音乐 Muzica Muzica 成员 Membro Membro 标志 Simbolo Simbolo 音影 Umbra Umbra 电灯 Lambada Lambada 妙语 Dambio Dambio 皇帝 Imperatore Imperatore 最后我们再来学习一个简单的日常绘画 今天我们的场景是询问姓名 请大家跟我读 第一个是一个疑问词 Gome Gome 类似于英语中的 How 动词 你叫 Ni jiao Di kia mi Di kia mi Ni jiao什么名字 Gome di kia mi Gome di kia mi 我叫 Mi kia mo Mi kia mo 我叫 Peppino 这个名字读作 Peppino Peppino 请大家注意 在原音前 我们不需要将字母 Pi 进行送弃 不要读成 Peppino 应该读成 Peppino 我叫 Peppino Mi kia mo Peppino Mi kia mo Peppino 再来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 Gome di kia mi 我叫 Peppino Mi kia mo Peppino 好的 本讲内容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讲再见 谢谢